这人我还认识呢 就我妹夫她的大学同学 上一次他们请吃涮肉的时候 她也来了 挺年轻的 就长得也挺帅 他呢 我觉得还行啊 看没看完呢 看照片还看资料啊 看完啦 小心点儿 好 守护丑生 白草疯了 欢迎光临 莫超原理 原理 你好 李总 我是莫超原理创始人 林达 李光 好了 我们这间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莫超原理 是你做的 那天看你吃饭那样 我还以为你是涮肉店创始人呢 涮肉我言 种树我言 那我们 进去聊 好 走 来 这边请 这就是我们公司之前 做过的警官项目 云南大学度假村 上海洲际传议员 还有广州的阳光小镇 这边请 这么说你们是做 园林设计学家的 对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 跟高畅 就是我们家姐的妹夫一样 但我特别喜欢绿色建筑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 读了园林设计 回国以后 自己开了一间工作室 一点一点做到现在 你们步子走得很踏实 我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今天的 最开始公司只有我一个人 那时候工章都揣在口袋里面 带着到处流浪 你们这儿还真挺梦幻的 特别像童话里边 这是我跟我们这些小伙伴 一起设计出来的 你们这个绿植基地做得真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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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选得好错 谢谢我们家姐的赏事 你看你喜欢什么 随便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用客气 这边请 这边是我们用绿植建的一个背景墙 秦儿 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 立达呗 我早就知道了 你前脚刚走的后脚就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 他是让我帮他说好话 这我可做不到啊 尽调都是用数据说话的 别想多了 真没有 他就是跟我说 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 他可真有空 不过我之前做报告的时候 我老婆你叫完 好 你出来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拜拜 正好 我刚从莫筹园林回来 那个 我正式通知你一下 从莫筹园林那个项目退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你跟那个创始人认识 按规矩呢 按规矩尽情才需要回避 我们俩就是认识 如果认识都需要回避 我们项目还做不做了 你先别激动 你怎么遇到事情就这么激动呢 我没办法不激动 这对我不公平 有公平不公平的 那你觉得 你要不愿意退出这个项目 黎明集团放弃莫筹园林 对他们公平吗 为什么呢 说实话啊 我也不知道 那我去问黎光 你几岁了 你三岁啊 你这动不动问黎光 你能不能处理问题 别那么情绪化呀 讲究一点方式方法 别动不动得 因为工作的事情 去影响你们的感情行吗 那恋爱是恋爱 项目是项目 恋爱可以讲经 项目就是讲理的 那黎光就是不讲理了 你怎么办 于公 黎光呢 是我们的甲方 他说什么 是什么 我们该听 他只要挥手签个字 我就能完成今年的KPI 他要不高兴了 换个律所 整个团队跟着和西北风 于是呢 我跟黎光认识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见过 他什么时候 为了感情的事情 这么丧失理智 是不作非为的 我觉得啊 他对你的这个爱 真的可以说是 无条件的宠溺和包容了 但这个时候 你更要警醒了 黎木佳 你要清楚 你和他的差距 所以你选择 跟这样的人谈恋爱 你还是要 遇到问题 你要讲究方式方法 对吗 你可以表达 换一种表达方式呢 说不定会有 不一样的结果 你可以回去好好想象 我说的话 我真的是为你好 好 谢谢吴律师 为什么要让我 退出莫愁严林 不说 不说我就打死你 你忍心吗 我忍心呢 林达呢 看你的眼神不对 你跟她说话 我就不开心 吃错了 吃错了 没了 这不足够吗 够了 那我原谅你了 原谅了 原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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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没醒 我醒了你就要上班去了 今天上班带个人 那我奖励你行 我想让时间就停在这儿了 李总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女朋友挺漂亮啊 不是女朋友 是微温期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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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谢谢 你们继续 好 拜拜 今年过年跟着回家 怎么了 见家长 上门提亲 以示诚意 那你这事要深度合作一下 你也可以怎么理解 你家人就是要一起过年 那今年过年我等你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下公路